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,在影片开始前,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,不要忘了订阅频道,开启小铃铛,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 刘天伟是一名中华民国空军少尉,是来自于一个显赫家族的二少爷,在执行运输任务过程中飞机被日军击中,被迫紧急降到一个小山村,受伤的刘天伟被村姑小和所救,在被村民就职康复的过程中二人见生情愫,村长看到二人的亲密关系显得非常不高兴,因为小和在父母在世时已经许配给了村长之子,所以他让小和不要与天伟来往。 刘天伟在养伤期间用飞机残留,炮弹里的硫磺帮助村民给庄稼除虫,力所能及地为村民做一些事情。 不久后刘天伟修好了飞机,上的通讯设备联络上了基地,临走之前留给小和一峰有联络他地址的信,后来当他明白信中所写后独身一人到武汉找天伟,第二天队长率两架飞机来接应天伟,空投邮箱助其返航,在回基地途中编队碰上日军战机,几方两机为掩护天伟和队长, 一架撞毁一架被击落这让天伟感到非常内疚,天伟回去后参加了表彰大会,内心更是挣扎,空军俱乐部内同僚看不起天伟和其所在中队,称其为信差中队队长和天伟与同僚大打出手。 国民政府为确保撤离武汉的安全进行,决定执行一次轰炸日军基地的任务,天伟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坚持参加这个危险任务,并重新得到了同僚的尊重。 执行任务前天伟把军官证交给小和,想让母亲带他去重庆但母亲并不同意,起飞前天伟让人带他回山村,但小和坚持前往机场送别天伟,起飞时队长所在战机因故障自毁引起恐慌。 一行人在机场等了两久不见天伟等战机的归来,上风命令全员转移弃手机场,这时燃油即将耗尽无线电也联络不上,不少人都认为他们或许已经牺牲,料也不在清理机场而准备撤离,但是小和坚信伟一定会回来,并坚持清理好跑道以迎接伟的凯旋,这也感动了伟母决定带上小和撤离,这时远处有战机拖着青烟返航,大家再次合力清理跑道,小和终于等到了天伟的归来。 如果想观看更多视频的话,请订阅此频道。